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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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欢迎回来一千八八的频道 之前有个两次TESLA Camping Video 第一次就是和儿子在男生围里浪漫看日出 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 而一张虽然最后没得到奖 但也入了HIPAA的Stage 1 Humanity 也算是这样的 最上一次已经是半年前 全家在大帽山山顶看日出 都拍了一张很满意的全家福 有兴趣的话 在上面的连结看看 今次来到暑假再来一次TESLA Camping 加上英仙座流星雨 吸收了上两次的经验 今次就会将TESLA Camping的体验再提升 会有额外的冷气仓 独立睡床 和牛火锅 户外遮阴和防雨 再加上我们的新成员豆豆 以及一起看英仙座流星雨 要做这么多东西 靠一部TESLA的Model V真的行 我们一起看满下去 看看如何将TESLA Camping模式极致体现 首先说说TESLA Camping 给露营或者其他Car Camping有什么好处 如果和露营比较 通常露营的地点就比较偏僻 要用相当的时间在交通工具 又或者步行去过营地 如果纯粹想享受郊外环境 呼吸一下清新空气 看看日出日落又或者看看升 TESLA Camping会省到不少时间 因为部车去到的地方就是你的营地 有些人可能会想 走不到就不应该去露营 就是因为这样令到很多小朋友 老人家、相见人士去不到 这样很可惜 香港的郊区这么漂亮 当然大家一起去欣赏 TESLA Camping会是一个好选择 另外全港露营可以带的物资会有限 因为所有东西都要自己揉出揉入 TESLA Model V的储物空间都不少 可以带多些装备又或者食物 相对容易做到一些比较有质素的露营体验 比其他传统有车的Car Camping TESLA 拍梯了之后 仍然可以开住冷气 而没有任何的飞机排出 吸收一下大地灵气 自己舒服些 又不会影响环境 无论是露营又或者Car Camping 都会有电池的考虑 现在各样东西都要充电 手机、型灯、相机、风扇、电蚊香、喇叭、无人机 Powerband的电量越高就越重了 要带多少个才够用呢? TESLA 本身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电池 你之前的视频也计过 部车的电池 其实够我家里三天的用量 刚才说要充电的所有东西 对TESLA 的电池来说 根本就毫不足道 了解了TESLA Camping 的好处 我们就继续今次的视频 整条片分成三个部分 预备过程、当日行程、回顾和总结 虽然只是TESLA Camping 已经够好玩了 但如果再加上一些活动 就会有个Focus 所以今次就加上 英仙座流声语观赏和拍摄 顺便提升小朋友对天文的认识 就这样 选了今年其中一个 预计观察条件不错的英仙座流声语 建议的观察时段 就是8月12日晚 和8月13日早上这个时段 就将TESLA Camping 设定8月12日晚 地点 之前两次TESLA Camping 都是公众地方 厕所、水源和安全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今次是决定选一些专门给Car Camping 的地方 刚刚认识到 一千万万的Subscriber iAd 可以提供逆地 除了基本设施之外 例如食水、雪柜、洗手间和浴室之外 还有TESLA Wall Connector 和13A电源 设备齐全地点搞定了 不过因应Aad的要求 就不会公开营地名称和地点 所以不要在留言问我 我唯一的答案是 不好意思 和可奉告 营地设定有几个要求 空间大些 虽然TESLA Model 3 已经可以睡四个人 不过活动空间有限 仍不可以整天运在车里面 要空间大些 最好一样有冷气 睡得舒服些 最好有床 睡的时候又要有私隐 降雨防晒 不怕下雨不怕晒 要有个有遮阴的户外地方 一起煮食 可以一家人坐一起煮食 聊聊天 还要带豆豆一起 OK 所有要求都听到 立即上网做research 障礁 障礁 上次我们在大帽山TESLA Camping 一家大小 四个人躺在车里面 没问题 不过今次想再睡得舒服些 所以想加大空间 和用尽TESLA的露营模式 找了Mojix的Castle 只看它的外形 已经和平时的帐户很不同 好像粒色仔 静静方方 它的中文名叫做 膠囊阿廷 听到都知道空间十足 打开之后的尺寸 有成2米高 2米阔 和2米深 特别之处 就是设计成可以黏着的车尾来用 和TESLA简直是天作之合 即是可以享受冷气来露营 正啊 而且收起之后细细见 虽然TESLA Model V 车尾的空间也很多 不过一家大小 TESLA Camping 都要拿不少东西 收纳大小一定是考虑 它也不轻 重量有15kg Mojix这个牌子 我在很多年前 已用它的Bagol 洗势件已有6个插头位 是我旅行必备的配件 不过今次不多讲了 稍后有机会再介绍吧 自动充气床 Giga Laundra的自动充气床 我欣赏它的地方 是它本身已有电动充气和电池 充气只需要一分钟就搞定 吹胀之后 有成180cm长 30cm高 乘重有成150kg 躺下去也挺舒服的 有种睡水长的感觉 它不止之前那只吹气梳化感 躺躺下打側会沾在一边 这个底部平放不会移动 床面有弧度 可以不用用枕头都可以 要收回它大概都是一分钟的时间 收起来之后就很小 大概就像个睡袋一样的大小 打算每个CASU里面 放两张给小朋友睡 重量就有1kg 露营天幕 这段天气是雨时热 车顶位置我就不怕 不过CASU的顶有点担心 虽然它也有雨档可以用 因为加上天幕罩住就稳定 除了可以遮太阳之外 还可以挡雨 找到这个天幕 都算是比较大的六个天幕 平铺有5米乘4米 打算可以遮住CASU的上面 和有些户外的地方 它接收起也是很小 连两支刑柱 都是一个手抽袋就安装了 天幕的重量是2.5kg 两支刑柱每支重1kg 总共就是4.5kg 桌和椅 要一家人一起吃东西 怎样都要一桌4桌 桌是韩国牌子 Snow Knight的Sea Chair Plus 买了4张 喜欢它坐得舒服 和开收都相对简单 儿子都搞得行 收起后细细看 重量1kg一张 桌准备了这张 桌面90cm乘52cm 它可以两人一排坐了4个人 和可以调校高度 坐在这里吃东西的时候 双脚都可以在桌底伸直 不是张晋露营桌都可以调到那么高 仍然有提供13A和电磁炉 那晚餐不如来个打边炉 简简单单 带豆豆一起 户外地方 蚊虫就自然多了 所以出发之前 都要滴定些 杀失除牛杯的药水 那就安心了 剔齐了 全部准备好 好 这里就是全部露营的装备 有齐 车尾障幕 天幕 4张椅 1张桌 2张自动吹气床 3个枕头 1块铝箔的防潮箭 1个型钉锤 整个模型 整个模型 跟回1比18的比例 想着营地设定会是L字形 那样 部车 拍到 打开车尾 卡树就黏着车尾 天幕后面就打横摆 一半遮住的卡树 一半就放出来 这个地方可以遮阴 放一桌四椅 在这个位置 可以出入卡树和煮食 其他配件 其实还有一些型灯 风扇 防温灯 今次不多说了 拍照设备 其实要拍流星雨 相对上简单 广角镜 再加多个定时遥控就可以 交定时间 拍到天亮 之后搭回流星相片就可以了 可以做星流积 也可以 再做宿时也可以 最重要都是看天气 这里有准备的器材 包括今次拍视频的Gear 不过就不记得戴防霧带 支架 相机 连接车 定时器 收音 电脑 灯 没在这一张照片 因为长期放车尾 Strarium 出发前再模拟一下 那晚的情况 打开Strarium 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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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回日期和时间 追上Image sensor frame 去构图 之前已经设定好相机和镜头的资料 移动一下预计构图位置 我想有些地景和我会固定拍摄 所以就选了这个方向 东北偏北 北极星就会在构图的左下角 如果搭成星流迹都会挺好看 打算由凌晨开始一路拍到天光 除了天幕之外 所有的露营用品 我们都在家里练习了几次 如何去开和收益 一来出一下用品有没有问题 二来都要训练一下阿仔一起帮手 那阿女和老婆呢? 她们到时都有其他东西负责的 当日流程 开始清洁一下尾箱 和开始搬定Gear去尾箱 Model V尾箱的灯就太弱 加了这支USB灯仔 我很喜欢的 你之前严选配件介绍过 有兴趣可以看回 收拾了一阵 所有露营用品 拍照的Gear 三副鞋物全部都放在车尾 没问题 都还没使用尾箱下面那一层 和车头箱 营地就在扫管窟 家里吃完饭后 去了荃湾的OP Mall 海之鸾商场 去了惠康和Donkey 买好物资 惠康就入了水 即食面 去Donkey 买好和牛和豚肉 还有早餐和零食 肉类就用了自制冰袋装着 去到离开营地的时候 再介绍一下自制冰袋 所有买的物资 就放在前座的乘客位 之后就出发去营地 开车大约25分钟就到 去到才发现 原来部车是不可以拍到大草地的 还有拍车位有限 做不到原本想着的L型 还有插不到电 那就即时转阵 平泰感放 还有因为蚊都挺厉害 改回在CASU里煮食 拍下之后 设定露营模式 抽出面的空气进来 首先先设个CASU 虽然在家里练了两次 不过去到户外 始终有点不同 和第一次要搏着的车尾 头尾用了15分钟左右就完成 天幕是我第一次做 老婆一起帮手用了45分钟 我知道我是论尽一点 不过我想下次 应该10分钟之内可以完成 好,营地就设好了 其实都差不多到日落了 所以就准备定晚餐 这一餐就很简单 煮滚火锅汤底 滴一下和牛和黑毛猪 再加上即食面和山菜 吃完晚餐之后 再吃下水果和甜品 就写上了个完美的句号 虽然这一餐不是有什么特别 不过很有风味 听着外面大自然的声音 一家人和豆豆 一起煮、一起吃、聊聊天 其实这一刻 我觉得整个旅程已经值得了 收拾完之后 就开始选入睡觉区了 原本想着两个小朋友 会在卡苏里开两张催气床来睡 不过女儿就说想睡在车尾 没问题了 又会即时专震 只开一张催气床给弟弟睡 姐姐和豆豆就睡车尾 老婆和我就在前排座位睡 那肯定没有平睡那么舒服 不过总比在飞机床位睡 那天一有空就看天 已经很感恩没下雨 不过整晚都很多运 很难拍到流星雨 反正都带齐工具出来 总要起弹影声试不可以 由凌晨开始拍 拍了五个多钟 那晚真的很多运 到早上四点多 在七姊妹星团附近都拍到一粒 我们一起看看吧 天亮了 起床了 吃早餐 早餐没什么特别 预备了面包 还有放在自制冰袋的牛奶 和罐装咖啡 想不到放了室外十二个钟头 还有冰粒在这里 为什么没有买冰箱又或者冰袋呢 因为两款都很亚定 所以就用了这个方法 又便宜又易搞 就会用过现在傢俬的购物袋 里面就用了银色的软胶地战 摺到整个盒子 在当期他们会提供兵给你的 我拿了四袋 两袋箱底 中间就放肉类和其他要冰的东西 关上盖子 好像这样就可以顶到十二个钟头 相当不错 到了要执拾的时候 Kasu收起的时间大约都是十五分钟左右 和开的时间差不多 天幕就用了十分钟左右 都算快的了 临走还差点不记得拿一支360camp 最后都要提醒大家 Leave No Trace 垃圾最好都是车到市区 看到有垃圾站才好扔 当回家的途中 已经开始下大雨了 我们都算很幸运 整个Tesla Camping 没有下过一滴雨 先送他们回家洗澡 自己再去超充站充电 看看当时多大雨 回顾和总结 小朋友怎样看今次的Tesla Camping 小朋友怎样看今次的Tesla Camping 你喜欢吗 不喜欢 不喜欢 小朋友都不喜欢 为什么 我刚刚被人拗了32 我被人拗了32 最记得是什么 我想问 准备拗 和小豆粉 我们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 下次可以做好一点 有什么问题 冷气要大一点 下次想吃什么 下次可能吃公仔面 才再吃那些衣服 即今次晚餐可以吗 可以吃雪糕做甜品 雪糕做甜品 嗯 苹果做甜品 我不是太喜欢茶 真的不太喜欢茶的苹果 嗯 好了 下次如果 冷一点的时候 蚊蟲没有那么多的地方 都没问题 再试一次 对 还有没有那么多 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有 什么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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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他们下次都会一起再试 有几样东西可以做好一点 冷气 我们只得一个风扇灯 要在Casio的顶上 这盏灯是充电 虽然它都用到六个小时 不过就顶不到整个trip 所以中途都要充电用 第二 只得一支风扇就不够 起码要加多个 将一些冷气在车里吹出来 吃晚餐的时候 其实不觉得有冷气的 到了夜晚 拉回Casio外面防光的那一层 就开始存到一些冷气了 到了睡觉的时候 都已经凉凉凉凉的 没问题 防蚊 预备了一支防蚊灯 一样是充电 跟风扇一样 电不够用 这款用到两三个小时 最好都是迫着电来用 还有应该要多两个 一个放在Casio 一个放在车里面 再加多个放在Casio的出入口 充电 我们出发之前那晚就充到90% 不过去到营地的时候 其实都只剩下60% 拍下了之后 开启了露莲模式 温度设置到21-22度 偶尔就拍下电量 拍下这幅图 初初估计大约1个小时用2%电 不过当电量跌到低于50%的时候 好像跌得快了 当去到30%的时候 跌幅再加快 去到1个小时用5.8%电 如果用头尾两个数 拉平均的话 就是1个小时用3%的电 建议Car Camping之前 最好都是叉爆 会稳妥一点 另外 小心电量会越跌越快 记得要留点电 出去到最近的充电站 Casio的接驳位 它本身是有磁石带的 它叠着车尾边位 它可以做到不会走位 不过仍然会走冷气 和昆虫一样会爬到进来 卡姐就一路吃饭一边在捉虫 幸好我一向都在车里 放几卷皱文胶纸 用它来黏住鞭后 就没事了 虽然那天是比较热和多蚊 少了出去一起拍照 和一起看流星雨 不过在Camp里面拍了不少照 绝对会是今个暑假 一个难忘的晚上 我们下午成的回忆 就会把你带来 小时云 都在做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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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定要用这个推荐连结 已经放在下面的description里 或者用我旁边的QR Code 这样你和我都可以免费 1500公里的超级充电里程 如果买了的话 都可以打给你的Sales 或者Tesla的客服度加回 不限香港的 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到这个推荐连结 好了 今次节目时间足够了 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 by bwd6